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6月14日 第四卷第一章第二节B至第三节A 引用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以夫所书五章三十节 我信圣徒相通 教会被称为大公的或普世的 因为假若有两三种不同的教会 就等于分裂基督的身体 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选民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以至于一同倚靠这元首 就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一起成长 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 以夫所书四章十六节 就如身体的肢体互相联络成一体 他们既然生活在同一信 妄爱 以及同一位圣灵里 就真正是合一 因他们不但蒙招领受同一的永生基业 也蒙招有份于同一真神和同一基督 虽然环绕我们的是悲惨光景 好像在呼叫说 教会没有愚民存留 但我们仍确信基督的死 必是有果效的 并且神以奇妙方式保守自己的教会 在藏身之处 就如神对以利亚所说的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猎王记》上十九章八节 使徒信经接着说 我信圣徒相通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实现于外在有形的教会 因为我们每一位都当与神的众儿女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并顺服教会应有的权柄 简言之 我们应是基督羊群中的一份子 可见信经包括 圣徒的相通是应当的 虽然古代版本的使徒信经 多有省略此句 但我们却不可忽略之 因此句优美地表达了教会的本质 这等于是说圣徒在基督的团体里聚集归一 是根据这原则 神赐给圣徒的任何恩福 他们都当彼此分享 然而这与神的恩赐具有多样性 毫无冲突 因为圣灵随己意 将各样恩赐分给个人 这也不干扰社会秩序 人人可以拥有私人财产 这是为了保障人们和平相处所必须的 信徒彼此分享财物 帮助有需要的人 完全是出于志愿 如路加所记载的 教会是信徒团体 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的 这也是保罗劝勉以夫所信徒所说的意思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同有一个指望 以夫所述四章四节 信徒若确信神是他们共同的父亲 基督是他们共同的元首 他们是在兄弟之爱里联合 就不可能不互相分享 自己所蒙的恩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